新闻回顾与展望 一周望望 这也是中央广播电台 大陆政协主席余正深 昨天在厦门举行的海峡论坛上宣布 未来将对台胞往来给予免签证优惠 并会在适当时候实行卡式台胞证 简化台湾民众到大的手续 另外民进党主席暨总统参选蔡英文 在日前访美新陈中 谈到有关两岸关系方面论述 中国大方面有何回应呢 下方一提我们今天节目中访问到 望报副总编辑陈修兰我们深入评析 副总编您好 请先好那各位听众好 副总编我们先看到 就是大陆政协主席余正深 在这次海峡论坛中宣布 未来对台胞来往大陆 将采取免签证的措施 让两岸往来更便利 创造交流更好条件 你怎么样观察这项措施的开放呢 其实这次大陆政协主席 余正深提到说要开放 就是未来台胞 副大陆就是免签证 甚至未来可能打算 推出所谓的卡式的进出的方式 这的确是 就对我们到大陆去 是一个很大的便利性 那事实上过去台商 就一直希望说 我们到大陆去的时候 比如说一些签证了 能够更方便 那其实这样的更方便 其实真的是对两岸的民间交流 我想就台商 他们当然认为 对他们台干的一个成本进出 是更便宜的 但我觉得对两岸的 就只好对台湾到大陆去的方便 让两岸的交流是更便利的 因为你进出到大陆更方便的话 其实你对大陆了解是更多的 那其实我觉得两岸 在很多方面的话 就是官方当然有很多 所谓的政治的一个门槛 跟政治的一些的 所谓的一些 那我觉得至少在 去增加民间的交流 其实让民间真正去交流 其实对双方的一个 情感的交流 或对双方的认识 是更好的 因为只有彼此的认识 你才能够减少一些误解 那这样的话 除了台商台干 那另外对旅游业的话 也是带来一项利多了 是的 因为你进出道路方面 当然对旅游业 是带来很大的一个便利性 那我想大陆在这一方面 我想单纯在旅游业 的确是对台湾到大陆去 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也是一个很大的商机 但是我觉得比较大的 我想大陆比较希望是说 其实两岸已经分隔 这么多年了 那再加上前年的太阳花 学运 也的确造成了 很多的一个误解 那我想大陆也深切 了解到这一方面 因为两岸年轻人 这是新一代的年轻人 他们新世代的年轻人 彼此必须要去做一个 比较深入的一个 了解大陆情况 因为大陆其实 从他过去这样 这几十年的发展 它其实变化也完全不一样了 我想很多人 台湾还是很 觉得他多数很多人 对大陆了解 并不是那么清楚的 那我觉得透过这个部分 尤其可以去近距离 去了解大陆 那尤其很多的刻板印象 你也可以发觉 其实大陆在某些方面 它也的确在进步了 那我想台湾也需要 去透过这样的一个了解 我想大家可以 对两岸之间怎么交流 至少这种交流 双方要融为所谓的一个 大陆常常讲 所谓的那个共同家园 那这个共同家园 就是你必须要知道 彼此的情感 是不是很亲近 那我觉得这一个开放 其实对这一方面 未来两岸在 调向他们所谓的 就是说能够所谓 融合一个区域的发展 或各方面是更好的 副总员那你怎么样观察 这一次大陆在这个时候 抛出这项措施 可能带来的一些影响 跟各方的反应呢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就这一次的那个 2016的总统大选 那其实国民党 一直到最近 才推出了红袖柱 那事实上 我们可以看得出 民进党蔡英文的气势 是一直很强的 所以从很多情况来看 我想大陆也注意到说 如果说整个一个 2016政党轮替之后 不管是如何 那是不是 这民进党 是不是会延续过去的 这个政策 那这一部分我想 多有余力 但是大陆很清楚 他抛出这个政策 他很清楚 我想他也希望说 两岸能够持续交流 他很建议告诉 两岸持续交流 那其实这样的一个方式是 我觉得对两岸比较 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就是说 因为两岸 过去几年的交流 已经是太密切了 从经贸等等各方面的 所以纵然的中断 或纵然的采取 其实对双方都是不利的 那但是我觉得大陆 他的一个 他在这一方面 他抛出的东西 很清楚的定位 就是说 他希望两岸能够持续交流 那若几世官方的门 关起来 假设了 以后2016年 假设民进党 真的有一些所谓的 那至少 透过民进的交流 我觉得 因为毕竟台湾 是一个民主的社会 那你的民主的一个制度 那你的执政党 还是要依据民间 那你透过民间 这个这样的交流 讯息发出 我想执政的任何一个政党 也会很清楚 知道民意在哪里 那我觉得大陆 在这一方面是 我想他其实就是 很肯定 两岸的持续交流 是对双方 是未来之有利的 好 后续发言 我们继续要关注 不过刚刚副总编 有谈到这个2016总统大选 我们看到 民进党主席 继总统参任蔡英文 日前 他在访美的行程中 有提出 有关于这个 中华民国宪政体制 还有求同存异 等等的两岸关系方面的 议论术 还如何解读呢 我想蔡英文要到美国之前 大家都认为他是空心 他觉得他对两岸的一个论述 讲的并不清楚 尤其他所谓的维持现状 说的这一方面 那我想国民党也批评很多 那大陆很多的学者 智库也批评很多 但是其实他这次 抛出了所谓的一个 中华民国宪政的 一个体制的说法 其实从某个角度 至少我觉得 我是比较只肯定的态度 就至少他不再想 所有的台独党纲 那你从某个角度 他其实很清楚说 我至少是放弃台独了 至少在 因为中华民国宪政 说嘛 一直叫中华民国 所以至少台独港 这方面是没有 我觉得他已经 让步很多了 就是说对未来两岸的交流 他在这一部分 大陆一直强调说 你要坚持九二共识 要反台独 那尤其他不允许 回应所谓的九二共识 但至少在台独这一部分 我觉得他已经释出 说我是按中华民国的 宪政体制 那过去九二共识 尤其双方一中 各表各有不同的说法 但是至少 就是在这一部分 我想在英文 在这一方面 至少他已经 做某些程度的让步 那我想大陆 应该也注意到 那当然大陆很多智库 还是继续批评 包括国内办事前 记者会也提到说 他还是模糊不清的 那我想这方面可能是 因为你即使回到 中华民国宪政体制的话 那你这个宪政体制 到底是 你是要走所谓的 法理台独 或什么样的台独 还是有很多的疑虑 我想这一方面 可能是大陆还比较关心 还在忧虑的 那但至少 在他第一步 他已经放出了 所谓的就是 他已经不会 是所谓的推什么台独 党刚向之前 那么样强硬的态度 那这也是一个好的开始 副总编 你好你刚刚提到说 大陆方面 像是大陆国外办有表示 这次蔡英文 并没有讲清楚 最核心的问题 民进党必须明确回答 两岸之间的关系 所以您怎么样看 大陆方面 这些相关的一些回应 我想大陆当然 最希望是说 你就是在一个中国框架 其实在马英九执政的时候 他也是强调这一部分 那我想这部分 大陆就是希望 能够很清楚的 能够从蔡英文口中 听到这么明确的一个讯息 我想双方政治 一直是模糊的 那就大陆 他当然不会放弃 他的立场 那就蔡英文本身 他必须看 他有一些 他的一个包袱 但事实上就是说 大陆一定会持续去坚持 希望能够继续让 朝这个所谓两岸统一的 这个一个中国框架的 这一方面 这是他最放心的 那蔡英文其实 他基本上在这一部分 我想说外国还必须要有些 有所谓的一个拉锯吧 那至少蔡英文在 他还没有知 他至少已经释出的是说 他按照中华民国的 宪政体制 那这一部分至少 还没有所谓的 把过去台内那种 台独党刚拿出来讲 之前民进党的前主席 林毅雄不是提到说 那个台独党刚有那么难讲吗 那事实上 像蔡英文他很清楚 他自己讲到 他对于以后他执政他的政策 也必须要超越党派 当然知道民进党内部 的确有些人是比较深绿的 有对所谓的台独党的一个神主派 但是他假设他未来选上 当中华民国一个总统的时候 他也必须要做一些超党派的一些政策 那我觉得在这一部分 当然是未来大陆大人对蔡英文还是在看厅 就是他就在观察他 那对于蔡英文本身自己执政之后 未来他也很清楚 因为他毕竟过去是一个财经背景 出来的法律库 他过去参与多很多的区域经济 整合的一个谈判 我想蔡英文很清楚的知道 两岸的经济交流是任何的中断 对台湾都是不利的 那我们也希望说 民进党在这一部分 未来假设真的是他执政之后 是不是在这一方面 他可以更清楚知道 台湾未来的一个长远利益在哪里 是 副总员那最后请教您 您认为两岸议题 在即将到来的2016总统大选中 他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这还是大家都很关心的议题 那我想大陆还是会持续要求 就是回到所谓的一个中国的框架里头 对 但是其实我觉得大陆在这一方面 他比过去 直接的干预的情况是越来越少了 所以大陆其实已经具体过去的教训 他在这一部分 他慢慢的知道说 他不需要去用墙的 所以我想大陆很清楚 他的政策方向 他已经继续往他的一个 大国局的方向在走 那当然对台湾而言你怎么走 那你若不融入经济整合 其实最比较不利的当然是台湾 因为台湾一个这么小的国家 而且你如果没有办法融入 继续经济整合 其实你对整个台湾产业的发展 即使人民生活 其实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那这一部分当然是 看未来大家在选举这一方 我想大家也很清楚 因为大陆的确是已经 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态势 包括他成立亚投行 他主导整个亚投行的一个发展 甚至他在各个领域这一方面 他已经慢慢的已经可以去 在世界上有所谓的主导游戏规则 那当然台湾 大家很担心所谓的红色供应链的 结起等等之类的 但是事实上当你融入它的话 它就是你的商机 就像你不见得要把它当成一个对立面 就是如果你能够从它的一个 结起的过程中你去融入它 那其实你也融入这个红色供应链里头 那其实对整个台湾 因为大陆毕竟是一个最大的市场 所以基本上你也不太可能去回避它 你也只有去面对它 那我想包括印度跟中国大陆 他们之前过去有那么多的领土的树苑 但是事实上印度的总理 莫迪还是照样去访问大陆 他们中间还是有很多的一些经济合作 那我想这是未来一个新的世界的一个趋势 而不是采取对立的方式 是怎么去采取合作 放下一些对抗的意识 然后反而是去合作 才能够创造双赢 所以我们要了解全球的经济情势 还有局势的变化 做出最好的一个选择 好 今天节目中非常高兴访问 旺报副总编辑陈秀兰陈副总编辑 针对日前大陆政协主席于正深 在厦门举行海峡乱南上宣布 未来将对台胞往来给予免签证优惠 以及民进党主席 暨总统参议文日前访美 有关于两岸关系方面论述等相关议题 我们自我深入的评析 非常谢谢副总编辑中访问 谢谢您 谢谢 谢谢 谢谢亲重